可能有些出乎您的意料 关于螃蟹的故事 会发生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 这位皮肤有黑的小哥叫周妖 基诺族跑山人 采集山货就是他的日常 这条沟叫青沟 我们经常会来这边装螃蟹 在周妖的山货时间表里 六月抓螃蟹是重点 土里能挖到螃蟹 在雨林深处 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这东西看着有螃蟹 回家了 这种小蟹学名叫巨齿滑溪蟹 他们在小溪里觅食 白天会长途跋涉几十米 爬到附近的土坡下 寻找洞穴 躲进去避暑 所以酷热难耐的中午 就是抓螃蟹的最好时机 庆沟里上百个螃蟹洞的大概位置 周遥都记在心里 每个洞的深度也必须了然于胸 挖得太深 螃蟹可能就会丢前蟹脚 这个季节 这个母螃蟹 都会带有那个小螃蟹 这母螃蟹 我们一般都不吃 都会放走的 在基诺族人的经验里 六月是西蟹的繁殖期 螃蟹个头最大 虽然在集市上 卖不了多少钱 但足以给家人 带来不平凡的一餐 丈夫辛苦得来的食材 妻子布鲁都 必须认真对待 基诺族人 每一个都是重口味发烧友 酸与辣是烹饪的常态 酸桥菜是山里的一种草药 味道酸香 还有驱失的功能 调配姜蒜和野山椒 四肌来得爽快直接 我们也不懂 怎么营养搭配 然后实实在在 都是这样做的 酸巧菜跟螃蟹配起来 挺好吃的 用芭蕉叶包裹食材 放到烧热的铁板上烙 这种烹饪方式 叫包烧 在云南很家常 今天因为包进了螃蟹 布鲁都格外认真 寸步不离 只能通过芭蕉叶的状态 来判断火候 外层烤制焦糊 内层还保留着芭蕉叶的清香 螃蟹貌似只是变了个颜色 实则 酸辣重口 已经是它的气质 在基诺族人看来 用葱来激发食材原味最有奇效 西蟹去壳去角 带皮打碎 蟹肉蟹膏虽然不多 但这么一冲打 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 一会还要在火烫上烤一下 这样出来的味道会更香一些 基诺族人对西蟹可谓物尽其用 蟹壳不仅是容器 其中隐藏的那一点点蟹鲜 也被炭火激发 渗透到蟹肉中 把螃蟹打成酱 不只是基诺族人的创意 吊棚旗是赵国强 平日里最爱的休闲娱乐 不过要想吊得多 地段选择是关键 每到春夏交替 江边的果园和芦苇丛 就是捕获棚旗的最佳场所 彭其体型小 警惕性强 必须置取 赵国强的工具并不复杂 一根竹竿 一条棉线 一块老肉皮 尤其这块老肉皮 是吊棚旗的顶级装备 棚旗爱吃腐蚀 肉皮对它们有着无限的诱惑 吊棚旗的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乱动 你稍微动一下它就跑了 凭感觉轻斗手腕 几番挑逗撩拨 彭其再也按捺不住贪吃的本性 不用太多时间 一捅彭其 已经被赵国强收入囊中 今晚又是一顿美餐 我们这里有两种彭其 我们又用红色的 红色好吃又好看 捉回来的彭其 清洗之后直接调味 生姜去除腥气 白糖给螃蟹提鲜 在敏安村 红糟是做彭其酱 绝不能少的 这是酿造红曲酒的副产品 味道温婉诱人 在料理中有防腐去腥的奇效 彭其酱 很多外地人都吃得不够习惯 但是这个味道 我们很多人就特喜欢了 石墨让彭其酱变得细腻软滑 融合出仙中带咸的浓郁味道 在敏安村 日常的瑜伽石仙 都要蘸着彭其酱吃 比酱油香 比虾油浓 年轻人出国打拼 老人们留守村子 这在敏安村很普遍 妈妈总会让几罐彭其酱 飘扬过海 安抚女儿在他乡日常里的 思乡情绪